9月9呢,定为重阳节呢,其实在《易经》当中呢,你把6呢,定为阴术,阴术把6 那么这把9呢,它就定为一个阳术了 在这个月特殊的,它就把那个,这个称为呢,老人节 把9定为阳术,所以9月9号呢,是日月并阳 因为有一个9是阴,那么还有一个9是阳 所以叫阴日月并阳,两9相重啊,所以叫重阳 两个9正好合在一起,所以叫重阳,也叫重9 其实在中国传统的这个,到了唐代 慢慢慢慢形成一个固定的这个重阳节的节气 让大家呢,能够理解这个,这个双重节日呢,实际上呢 就是岁月,讲岁月,岁月过时过去之后呢 这人呢,这人呢,会啊,就是对那个老人的一种怀念 还有呢,9呢,因为又是个长寿的意思 那所以9,9呢,就是重阳节呢,就是说老人呢 他应该,活得比较长寿 所以呢,就慢慢的,啊,这个,啊,这个流传,流传下来呢 就是大家呢,要吃花的花糕啊,啊,庆贺呢 嗯,这个,这个,所以过去呢,凡是碰到那个重阳节的时候呢 皇帝呢,都要亲自到万岁山区登高,啊,然后呢,在山上呢 哎呀,看着,啊,这个,这个风景啊,然后呢,呃,迎师一首,等等 啊,呵呵,就是这样 啊,实际上呢,这个,重阳节呢,啊,登高的,啊,这个风俗呢 啊,一直呢,啊,被当地的社会当中呢,就看成呢,就是,啊,消灾避难的,啊,消灾避难 所以在9,9重阳节这一天呢,很多呢,很多人呢,就是要喜欢的对老人呢,啊,啊,照顾他们呢,啊,帮助他们呢,啊,啊,就是祝福他们,啊,健康长寿,啊,健康长寿,啊,然后呢,就是能够在心中啊,无魔,啊,啊, 啊,啊,久久重阳节,啊,又称为登高节,啊,登高节,啊,所以呢,当年呢,就,那个,杜甫呢,就有个期律叫登高 实际上呢,就是讲的那个重阳节,啊,大家吃高,啊,高嘛,就是步步高升啊,啊,步步高升 好,那么,今天呢,我们,啊,下个礼拜呢,就是,啊,这个星期啊,就是,啊,就马上重阳节了,啊,啊,这个,我们呢,这个,今天呢,继续跟大家呢,讲,啊,关于,这个,白话佛法的,啊,问题 刚刚呢,跟大家讲了一讲,重阳节的事情,啊,那么,佛法呢,实际上是,啊,这个,佛教是领悟人心的,啊,领悟人心的,啊,所以很多人呢,不知道,啊,这个,佛教的传承 实际上,佛教呢,就是让人家了解呢,这个,辩证的思维,啊,辩证思维,啊,佛教的观点呢,其实呢,它是反对,那个,啊,宿命论,啊,也反对自杀,反对末日,邪说,啊,对不对啊,它的世界观呢,就是要平等,啊,平等性,啊,这个,要报恩,啊,要懂得,啊,这个,众生 啊,众生,心中要有众生,啊,嗯,所以当时,啊,当时,啊,这个,这个,从古道经,啊,这个,佛法的辩证思维,啊,它非常的非常的,这个,啊,具有,具有那个,那个,啊,具有那个,这个,正确性,和那个,未来,啊,能够探测性,因为这个,在佛教当中,啊, 啊,连西方很多的,啊,社会呢,都对它呢,有,啊,有深刻的了解,啊,因为佛法主张,呢,这个,诸法因缘而生,啊,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因为缘分而生起的,啊,啊,所以你的命运呢,也是因缘分而生起的,啊,啊,所以你的命运呢,也是因缘分而生起的,那么,你的坏的命运可以因着,啊, 啊,这个,缘分而加以改变,什么缘分呢,因为你种植了,善缘了,你当然可以改变了,对不对啊,啊,你的命运既然可以定,但是一定可以改,因为有因,才会有你今天这个命,那我今天在造因的时候,我把自己的因造的好一点,那是不是我就会得到一个,啊,不一样的命运呢, 对了,啊,啊,所以因缘所生,啊,啊,因缘所生,所以呢,所以在佛陀经常说的,啊,这个,空即是色,色即是空,啊,啊,就是,其实也是个假明,啊,啊,啊,其实,啊,我们在人间的一切法,啊,一切法,实际上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,都是有因,有缘分的, 没有因缘呢,哪来的众生缘呢,对不对啊,但是呢,也要懂得这个因缘呢,它是无自性的,啊,就是空性,啊,所以,当你因缘不具备的时候,啊,很多事物就消失了,啊,消失,啊,所以,什么叫因缘,啊,因缘实际上,啊,我们就是说,啊,是一种, 啊,这个,缘起,啊,缘起,所以呢,佛法里边,虽然,这个,对缘起呢,这个,有一种说法,啊,啊,缘起有种说法,啊,啊,缘起有种说法,就是说,你这个人,不管做什么事情,都有因缘在里边,我们今天不管站在,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,我们都有个缘起的思维,啊, 啊,所以佛教的根本道理,它是因缘和合而生,啊,它就告诉你,因缘呢,都是有的,所以,啊,这个,啊,这个,我们,啊,这个,不管做什么事情,都要,啊,随顺事法,随顺事法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在这个时间呢,啊, 啊,我们,不管做什么事情呢,要随顺众生,啊,啊,啊,你既然是学佛人,学菩萨的人,你一定要随顺众生,你不能说,逆着,逆着缘分而走,啊,所以,这个,世界观呢,世界上,用现在话讲,这个,佛教的世界观呢,是, 其实呢,其实呢,就是我们说了,啊,佛教的世界观呢,就是,啊,同观,大家都是,看上去都是一样,啊,然后呢,就是,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,啊,真实的,无我的,啊,这种境界,那是在内心深处的,啊,所以就是,无,啊,受者像,无众生像,无,啊,人像,我像,啊,无私像, 所以无私像之后呢,啊,啊,才会有担当之心,啊,所以你们去看好了,对不对啊,这个,过去,啊,很多人对佛法不理解,所以他们非常的,啊,非常的,这个,这个,啊,迷茫,在这个学佛当中啊,非常迷茫,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做是怎么样,为什么这么做是那样, 啊,实际上,实际上,佛法它的真谛啊,就是无我,啊,这个,无常,啊,就是空性,啊,所以呢,在,这个,佛法当中呢,其实也传承了很多的,啊,佛法的,传承实际上呢,也就是有,这个,原始佛教了,啊,原始佛教,还有南传佛教了,还有,这个,汉传佛教了,还有,这个,汉传佛教了, 我们说的是,藏传佛教,啊,藏传佛教,因为藏传佛教,它讲的都是,啊,用藏文的,啊,啊,这个,很多的佛教呢,实际上都是,啊,通过,佛当年传下来的,流传的,一个,一个系统,一个系统里边分成不同的宗派和宗教,就是不同的宗派,啊,来传承,啊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